张老太除了有中毒迹象外 还被长丁从鼻孔内刺穿脑部 若没有经过专业的判定 外观上与新疆猝死并无区别 很难被人发现 高兴病女到案后也承认主母曾对他们说 若哪天家主回京分赃 你们这些人我绝对重重有赏 甚至还保证若家主能回京首校 想嫁了就嫁要钱了给你们钱 哈喽大家好我是Dala Samuel 欢迎来到Samuel的历史小教室 今天是大宋四大悬案的第三集 大家都听过普毒不食子 却没听过后面的那句子毒反侍母 现在案件中尤其以婆媳交恶 夫妻联手杀死母亲的例子最为常见 然而杀人长命自古以来 都是多数人民所期待的正义的彰显 但是在宋朝 这个曾经是世界上人穿法治最先进的国家 竟然发生了公务员之母 从鼻腔被铁钉刺穿头脑的残案 政经朝义也却九征未破 甚至牵连了许多疑似被关说的权贵 当时背景正是王安石变法 革新派与保守派矛盾日益严重 为了夺权 不惜借题发挥 污蔑所有牵连的一党分子 并用尽手段干预原先的判决 掀起党派间的仇恨 今天就用这桩铁钉侍母案 来带大家了解 北宋黑暗的政党斗争 西元1078年2月 太湖之县陈世如 因为生母避世而发丧还乡 他生于官宦之家 父亲陈侄中是两朝元老 两度为宰相 陈世如原本也是金官 曾为五品国子博士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降官 发配到太湖当七品之县 陈家府邸本就在东京城 因为母丧陈世如才得以返金 但几个月后 有婢女傅商逃出城府 告发家主陈世如 说张家老太根本不是死于心脏暴击 而是被他与妻子李夫人联手谋害 这件事情马上轰动京城 先是由开封府派驱法医验尸 确实了张老太除了有中毒迹象外 还被长丁从鼻孔内刺穿脑部 若没有经过专业的判定 外观上与心酿猝死并无区别 很难被人发现 不过陈世如原在太湖任职 要怎么与妻子杀害张老太呢 这个告发的婢女 说是祖母李夫人 赵缩家中的女婢们杀害她 而行凶的主使高姓婢女到案后 也承认祖母曾对他们说 若哪天家主回金奔丧 你们这些人我绝对重重有赏 甚至还保证若家主能回金手效 想嫁的就嫁 要紧的给你们钱 女婢们在获得自由与钱财的庞大诱惑下 先是高姓婢女毒杀张老太未遂 于夜半时痛苦呻吟 又联合其他几个婢女 用铁钉刺穿起脑部 才成功杀害了张老太 这起侍母案件虽不能称天衣无缝 却仍能看得出是精心策划过的 否则不可能让以此这么毫髮无伤 蒙蔽清倦以及护正事勿佐 如此处心积虑 只为了不想远赴太胡做官吗 这个杀人动机并不合理 首先 陈世如的生母张老太 本身是妾氏 身性汉度 在刚嫁给陈世如他罢时 就尊卑不分 凌辱不得宠的政妻 当臣妇公鸡斐然 官场得益时 他却在家中虐杀了三个奴婢 就在颇保障奴夫人权的宋代 使臣妇屡遭谈和贬官 臣妇死后 宋仁宗为了保全忠诚身后的明洁 下诏让张氏出家为泥 直至陈世如成家立业后 才将母亲张老太接回臣妇 但张老太仍旧刻薄寡恩 与儿子媳妇都相处得必不好 对于陈世如 一个会杀死奴婢 成为自己仕途上的绊脚石 又没有养育之恩 却爱于是自己生母 无法断绝关系的母亲 根本就是一个 无法摆脱的宿命 如同一颗恶流 对于也是出身宦官世家的礼夫人 怎能忍受这种恶婆婆 且若有怠慢奉养婆婆的丑闻传出 也会让夫家与娘家都受牵连 而对于臣府奴婢们 除了获得钱财与自由 还有更大的动机 那就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安全 以及长期累积的怨恨 然而 这些动机都只是揣测 李夫人在开封府出审时的抗辩 是奴婢们对他的话会错了意 自己当初的意思明明就是 哪天婆婆嫁贺成仙 你们的辛劳功不可没 我必定会重重赏你们 由于没有明确的指示 叫做婢女们杀人 在罪夷为妻的原则下 开封府法院只能判 李夫人是从犯 而婢女是主犯 这件事情在回报给宋神宗后 皇帝因为受朝臣奏章的影响 认为此案背逆人伦 又是先皇宰相之家 绝对要查个血落石出 甚至说了误判也是有重罪的话 让开封之府苏宋发回重审 但苏宋怎么判都不对 要罪证没罪证 要供词没供词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是在南三小 不在中国又没有专业的法律系统 不就是上书大人看风向 往哪里倒的民粹是审判吗 但大家错了 宋朝时为了避免冤案 实行审判分离的 局司的推刊官 负责詹讯犯罪事实 未避免屈打成招 完讯后 还要请第三方官员 当入问官厅审 博振其中的疑点 而彦司则依犯罪事项 罗列适用的法条 最后才由判官草拟判决 重点是 宋朝实行 联署判决制度 若有法官拒绝签署 判决就不会生效 签署的官员年代保证效力 若为误判 则会一并受罚 可见宋朝在法律上 对冤案的保护网 是十分缜密的 甚至连宋哲宗 亲自下诏处死的人 都曾被法官 以未经录问程序而驳回 回到正题 开封知府 苏宋对此案 已经耗时半年 仍不得朝野满意 这已经远远超过 大刑案的审判期限四十天 他被当时的监察院 也就是御史台弹劾 认为此案件 久针未破 开封知府苏宋 有包庇 陈氏如夫妇之嫌 于是苏宋 遭到罢免贬官 该案则已 宇南案 转交给最高法院 大理寺来审理 又三个多月过去 大理寺也没查出什么 却很机灵地转了风向 将矛头指向 开封知府苏宋 审问李夫人的娘家 有没有干预司法 毕竟李夫人的娘家 累世高官 三叔公 吕公柱还是当朝的不宰相 好死不死 李夫人就曾经让妈妈 去跟吕公柱求情 看能不能疏通苏宋 但是吕公柱为人正直 一口回绝 并认为若犯此事 也罪有应得 此贡词对大理寺来说 是重大突破 说情这种不正当作为 使被告更为可疑 而当时的大理寺臣 将其供词 分头去尾 上授给宋晨宗 声称开封府的人生法官 接受李夫人娘家的说情 刻意颠倒主犯从犯 这些循司王法的司法杜虫 还是出自李夫人娘家 女公柱的后辈 于是该案 从原本的室母案 被魔无焦点 成为司法大丑闻 因为实在牵扯太多 恐引发朝野动荡 急得宋晨宗忙着表示 若没有直接证据 表示陈世如夫妇参与谋杀 就可以尽速了结 但之中若有循司王法的官员 必定要依法就办 严惩不待 原本只是刑事案件 却大要声成为政治案件 李夫人娘家的人被抓 开封知府苏宗也被关押起来 但她拟死不肯污赖好人 自己懒罪 这才让宋晨宗醒悟 追究大理寺 原来是四成 篡改供词 诬陷苏宗入狱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新宙党真 官场逐渐变得有立场 如是非 眼看牵连之人 政治人物比民众还多 此案只能转交给玉石台办理 玉石台也就是相当于 现代审理公务员独职的 懲戒法院 或许是因为牵连太多娘家亲眷 李夫人在此时认罪 自己就是谋害张老太的主谋 而陈世如也认罪说 自己是知情的 并且默允了妻子 密谋杀害母亲 因为自己也不想要离开东京城 当个芝麻小官 所以就想要借这次 母丧返金守孝 最后宋晨宗亲自下诏 陈世如夫妇 与涉案的女婢 皆处死 主犯的婢女 因为杀人手法太过凶恶 受林池死刑 其余人等 葬行后发配边疆 其实在该次案件中 最具争议的点 就是陈世如是否知情 妻子谋害生母 以及是否因为新旧党派立场 出手干扰司法的裁决 先论陈世如好了 她自小与这个恶贯满盈 臭名昭著的生母分离 重逢后又相处不睦 确实有莫允妻子沙姆 得以反经守孝的动机 但这得建立在 李夫人所说的那句话 是满足教唆杀人的构成要件 首先 要有具体的教唆对象 这个要件并不存在 因为李夫人是在愤怒之余 随口对一群婢女所说的 第二 要有具体的教唆内容 从婢女们的供词来看 李夫人从未名言说过 要他们杀死 毒死 叮死 或任何不利于张老太生命之据 第三 要惹起受教唆者犯案的动机 婢女们虽然深知 李夫人痛恶张老太 但因为没有具体特定的被教唆人 所以此要件也并不存在 第四 要具备主观上的教唆故意 与第五 被教唆者要从事犯罪行为 这两点因为都没有具体特定被教唆人 所以此些要件也都不存在 李夫人连教唆犯都难以构成 所以开封府审理时 始终坚持他罪不致死 反而是法律的层层保护网 法官们意见不同 甚至是政治立场不同 让该案件不断发缓重审 导致严重超齐 民间废议 皇帝也有失中立 从中施压 并任由大理寺违反司法正义 依照宋代刑案的审理过程 法官需要以起诉书为宪 不得审问案外之罪 否则该法官 要以故意罗知他向罪名论处 虽然杀人罪是可以无限追究的 但大理寺以莫须有的循私王法 直接罢免到中立派的开封之府苏宋 且一听到李夫人 曾试图求助于守旧派大家 吕公柱就见烈欣喜 连忙篡改苏宋的供词 还威逼他诬陷吕公柱 企图包庇陈世如夫妇 并成功卷入吕公柱的三个后辈 还没结束 又爆发苏室的舞台诗案 重挫守旧派势力 当时苏室还跟苏宋 关在隔壁间牢房 诉讼连作诗篇 开探陈世如之缘 也倾诉自己 从未受过别人干预审判 宋神宗其实很不忍 这位中立的老实人入狱 毕竟新旧党争的政治恶都有不言自明 皇帝似乎也有所愧疚 顾念陈世如之父 是先朝宰相的独子 想要免他死罪 给祖辈祭祀 但因为御使们坚持 陈世如死刑定业 神宗后来只能下下一个公主 给他的儿子 好 结论 宋朝人权观念先进 司法系统缜密 连基本公务员都有复杂的法律学科考试 尤其王岸石时期 还创设了新名法科 让法学优异者享有更高的地位 只可惜他的辩法有许多弊端 且与保守派冲突 导致政坛间 打派恶斗 许多议题被升级为政治事件 操纵仇恨 有立场无是非 然而成王败寇 最后王岸石的辩法 被称为辩法乱国 守旧派重掌执政 为了自党的利益与面子 改回救治 并抹灭了变法带来的正面影响 最惨的还是中立派的诉讼 以及寻常百姓 平平白白的被波及受扰 那你们觉得呢 这起铁钉事母案 法律判定李夫人不够成教作罪 却被百官上奏给予意见 宋神宗也亲自关心此案 这是否干预司法呢 你们觉得李夫人与陈世如 到底是不是无辜的 欢迎留言跟我讨论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将这个影片分享 给你也喜欢历史的朋友们 我是达达Samuel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